好 現在小選颱風距離 台灣是越來越近了 原本預估呢 從昨天的這個路徑看起來 接下來兩分鐘過後 八點是不是它的暴風圈 會碰觸到台灣陸地 現在相關的預測 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馬上把時間交給佑榮 好的 家衛 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帶您關注 這一次中台小選 它的動態 以目前來看呢 它的速度已經開始越來越慢 現在大約是以時速 十一公里的速度 持續往西的方向來走 所以呢 現在看起來 最快的話 可能是在九點鐘 暴風圈呢 才會碰觸到台東的陸地 所以您也提醒東半部朋友 大家絕對不能掉以清新 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颱風眼 現在可以說是非常的清晰 那它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它北側稍微是偏 比較薄弱一點 但它的南側呢 大家可以看到南側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非常肥厚的 所以呢 等一下 它的南側呢 如果經過了台東 還有在恆春半島這個時候 勢必會為當地帶來是強風豪雨 所以您也提醒南台灣朋友 台東南部朋友還是要嚴加戒備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警報 但陸上呢 海上颱風警報 都是在持續發布當中的 陸上颱風警報 宜蘭 花蓮 台東 還有在苗栗 以南 都是在發布陸景範圍 海上呢 則是包含東半部海面 巴士海峽 台灣海峽跟東沙島海面 我們剛剛有提到呢 這顆小捲颱風 它現在速度是越來越慢 大約是以11 12公里的速度持續往西 而且它在前進的過程當中啊 一路是搖搖晃晃 一下子往西北 但一下子又往西 所以呢 就這樣子搖搖晃晃 晃著晃著 來到我們東半部這邊的近海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的積極風 暴風半徑可以說是非常大 現在呢 是達到了250公里左右 所以呢 預估大約是在明天清晨時間 有機會呢 這暴風圈籠罩到 我們台灣的陸地範圍可以說是最大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 尤其今明兩天 會是它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間 大家絕對要特別注意 來看一下它的路徑圖表 以目前的速度來看呢 大約就是在9點鐘 暴風圈有機會碰觸到台東的陸地 那接下來呢 尤其今明兩天 會是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到了週五的時候啊 暴風圈脫離 台灣本島 那之後呢 反而引進的是西南風 所以呢 這個時候還是要留意 容易會有一些絕不震雨的發生 來看一下這個颱風 所謂我們帶來的雨量 要特別留意的是今天在東半部 可以看到亮起這個紫色色塊 代表說呢 是達到了 這種豪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幾乎呢 有機會達到 致災性等級的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 在這種降雨情況之下 東半部呢 有機會出現 潭芳土石流的狀況 千萬不要去山區 明天的雨區呢 也幾乎都是集中在東半部 尤其山區還是一樣是來到豪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而且氣象署呢 現在也針對了八個縣市發布了大雨 甚至豪雨特報當中 包含了像是在北北積桃 宜花東跟屏東都是在發布大雨 甚至呢 豪雨特報 那至於總雨量預估上面來看的話 比較明顯都還是集中在花東 來看到花東啊 橫沉半島平地有機會來到800毫米 那山區呢 更不用說有機會來到破千毫米 這幾乎都是達到一個致災性等級的降雨 南部山區大家也要特別留意 南高坪山區有機會來到了破700毫米左右 所以呢 山區還是要留意 容易會有這種致災性的降雨發生 那至於呢 在這次的風力預估上面來看的話 主要呢 風力最明顯還是落在陰封面 也就是東半部 上次在台東恆春 平均風力有機會來到5到6級 瞬間震風最大有機會來到9級 上次氣象鼠呢 也在藍雨偵測到11級的強震風 澎湖呢 也有9級的強震風 那另外今天西半部大家也要特別留意 強震風呢 有機會上看9到10級左右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風場上面的變化 隨著颱風 它開始逐步的接近 尤其現在是以東半部居多 風力呢 幾乎是上看了9到10級左右 那另外在西半部各地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種橘色啊 還有紅色色塊的地方 也代表說呢 在這個時候 這邊的風場變化 有機會來到9到10級強震風 這樣的強震風呢 也會一路持續到週四的時間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我們也幫大家統整一下這次颱風 所影響到我們的時程 中台超選呢 現在速度稍微是轉慢了一點點 那大約呢 可能是在9點鐘的時候 暴風圈有機會碰觸到台東南端的陸地 那至於在登陸的時間呢 可能是要等到明天的上午時間 那至於在明天清晨可以說它是暴風圈 籠罩台灣本島最多的時候 要脫離暴風圈的話是要等到週五的早上 或者呢 是到中午的時間 所以提醒大家 今明兩天 會是這顆颱風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間點 所以還是要注意 嚴加借備颱風所為我們帶來的影響性 尤其呢 現在以東半部來說 會是首當其衝的地區 等一下呢 暴風圈就會開始觸碰到 台東南部的陸地 所以也提醒台東 那另外呢 還有在恆春半島 甚至南台灣朋友大家絕對要特別注意 還是不能掉以輕生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颱風最新動態 再把時間還給家維